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改报告星期二出露 行政会议星期一举行了一个特别会议 一众成员已先到位快 有看过报告的人向我们透露 内容四平八稳 详述了不同方面的政改意见 没有就普选办法提出具体建议 内容都是意料中视 相信不会引起社会激烈的回响 民间团体暂时未见有部署 毕竟星期二只是走过场的程序安排 不过据民天马南和西环都没有松懈 分别接触了不同界别的代表 打定底 希望他们可以在报告公布后积极回应 政府都希望建制友好能够多些传达走前一步 就可以令五百多万合资格投票的香港人 都有权选特首 呼吁市民无论最终的方案是怎样 都应该先吃着 早前政府已经预告 三人小组的报告 就是客观如实地表达咨询期所收到的意见 首轮咨询总共收到13万份意见书 所以报告都相当有份量 比07年时候那份的 只有五十多页多出很多 至于特首向人大提交的报告 就会加入咨询期之后 坊间对于政改的意见 包括629的全民公投和七一游行 会建议修改基本法的附表一 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 至于附表二 关于立法会选举 就因为要求的意见不是太多 会建议不作出修改 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会维持在70席 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的比例是不变的 两份报告都会在同一天发表 三人小组星期二下午就会先到立法会 接受议员的提问 之后就会连同行政长官梁振英 一起开记者会 报告也会随即交上北京 正式展开政改五部曲的第一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